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机器人学第一单元第二个part 在第二个part 我们将介绍智慧机器人 主要我将介绍机器人的历史 以及他的一些基本的形态以及应用 然后我们来看下去吧 首先我将介绍机器人的历史 那各位知道在1624年 意大利画家这个非常长的名字 我就不念出来 他画出机器人的草图 那时候就有机器人的概念 接下来1920年 Kapek在科幻舞台剧RUR 这个舞台剧 他首先把机器人的概念 放到这个舞台剧里面 在这个舞台剧当中 他用到了一个字 叫做Robota 那这个字主要代表苦力工作的意思 从那时候我们就有了机器人这样的概念 所以Kapek他的照片是这样 然后接下来1926年 第一部机器人科幻影片有个角色 就是Maria 在德国电影Metropolis 都被提到 然后1939年在日本 有一个铁皮造型的机器人玩具 叫做Lilliput Robot 然后Lilliput Robot 我们看到他是有铁皮做的 他旁边有个发条 如果转他他脚还会动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爱造型的机器人 在1942年 美国科幻作家 Ezek Asimov 在他的科幻作品 Run Around 中提到 机器人三个行为准则 日后大家称为 机器人的三大法则 这个法则 第一是 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 或 因不作为而使人类受到伤害 第二法则 除非违背第一法则 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 第三法则 在不违背第一及第二法则下 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 这就是所谓的 机器人三大法则 我们希望机器人 被发明 以及制造 不是来伤害人类 如果机器人发明是来伤害人类的话 那就违反了这些法则 这是Esseth Asimov 他的照片 接下来在1956年 在Robbie the Robot 这是美国一个MGM科幻电影公司 他播的一个Forbidden Planet 这边有第一个角色 就是Robbie the Robot 然后他的造型是长得这样 非常可爱 1961年 有第一家机器人公司 Unimation 这家公司成立 1978年 有第一支可程式化的工业手臂 Puma 发表 然后这是当时Puma 手臂的造型 非常简单 在1973年 日本早稻田大学 Wasata大学 发表了第一个类人型机器人 Warbolt E 这是当时类人型机器人的造型 也是非常的阳春 然后1977年 在星际大战中电影 出现了C3PO 与R2D2的机器人 目前正在播 星际大战 第七集 这当中就在1977年已经提到了 C3PO 以及R2D2 这个机器人 然后这是它的造型 1993年 1993年日本 HONDA 本田汽车公司 发表了一系列的类人型机器人 并于2000年后 并于2000年后发表了 包括最广为人质的 ASHIMO 它身高约130公分 这是它发展的历史 从最早1986年 最简单的类人型机器人 到2000年之后 我们看到了非常先进的ASHIMO 然后ASHIMO 也在全世界各地做巡回的展出 1997年第一次举办 Robot Cup 机器人足球比赛 当时使用日本Sony公司的爱宝狗 机器狗 目前这个机器狗已经停产 这是当时机器狗的造型 非常可爱 它会追着球跑 透过影像辨识 在1998年 丹麦热膏公司发表了Milestone 第一代热膏机器人 目前已经到了第三代EV3 这个照片是第二代Milestone NST 第二代的热膏机器人 目前也很多大学在使用热膏机器人 在做教学 2004年 日本Absen發表 全世界最小的微型飞行机器人 它的大小跟手指头一样大小 2008年 法国Adbarian Robotics公司 发表了身高约58公分的类人型机器人 目前 这个机器人也是我们 Robot Club 所用的标准平台的机器人 2014年 瑞斯瑞典ABB公司 发表了双臂人机协同工作机器人 它主要是跟人可以一起工作 它有双臂 然后早期机器人支付 我们知道1898年 Nikola Tesla 发明了无线电遥控机器船 也就是说透过无线电可以控制一个船 接下来1950年代 Joseph Engelberg 发明了Unimate工业机器人 它也是称为工业机器人支付 然后类型机器人支付 就首推1973年 Ishiro Kato 发明了Wabo第一代的类人型机器人 不过目前Ishiro Kato已经过世了 那何谓机器人 我们知道机器人是可程式化多功能的手臂 透过程式规划运动 用于移动物料工具或是特殊设备 为了完成工作任务 这个是在美国机器人协会在1979年的定义 那目前现在的定义越来越广 其中主要包含了手臂也包含了移动载具 移动载具包含了陆海空 各位同学 我们透过了这一个part的介绍 我们知道智慧机器人的历史 以及我们知道了 学到了机器人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发明的人 然后我们知道一些有趣的目前现在机器人的作品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介绍机器人的基本的形态 这个广告 5 lista Low